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林立刻打方向盘朝武警的车辆开过去 救命啊 有人绑架 一番追逐 郭秋华等人终于被抓 只是因王妇不敢露面 致使事件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 郭秋华再度发出简讯 老林首先遭到恐吓 接着是王妇 她老婆 还有公司的女秘书 恐吓事件已波及身边不少人 王妇陷入困境 不得不做出决定 以为我有头有脸 就死咬着不放 一人做事一人当 没理由连累其他人 好 面子我不要他 就让包二奶的事情吐光 我要报结局 下定决心之后 王妇就到警局报案 根据王妇搜集的资料 警方迅速行动 本席宣判被告十项罪名全部成立 判处入狱七年 阿滋 阿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